石梅 俄在日本海发射导弹 通报说 小型导弹舰发射了巡航靶弹 瓦良格号的防空系统发现物标后进行追踪 并迅速使用龙堡防空导弹 将其成功摧毁 瓦良格号和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 还使用黄蜂和匕首防空导弹系统击毁 从小型反潜舰发射的靶弹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12艘战舰和保障船参加了演习 报道还称 考虑到俄罗斯可能会将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常态化 日本加强了戒备意识